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变形金刚飞翔时间 这集的话呢算是一个闲聊节目啊 它是我第13周年的记录影片 我从2011年的2月11号开始做变形金刚开箱 到现在呢2024年进入第13个年头 我很高兴一直有这么一个坚持 试问一下各位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坚持 13年呢除了呼吸吃饭之外啊 这个我曾经在我10周年的节目呢 我形容过一部灌篮高手 可能连载个4年还是6年吧 一部七龙珠连载了10年 所以我已经做了一部的七龙珠的量了啊 那目前依然没有想停下来的一个打算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不做这个开箱节目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好特别回味的了啊 那听起来有点中了 但确实我曾经在我去年第12年的节目里头 我只能说如果说人有50岁吃天命的话 我今天也快50了47岁了啊 那我想我的天命就是跟大家在网络上做变形金看玩具的开箱分享 应该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啊 当然这中间的话呢并非一帆风顺 其实我做开箱节目的话呢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玩具呢 都是官方的 而且我都自己买的啊 所以在做玩具开箱的时候呢 我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中肯一点 那但是呢 我有一点要提一下啊 就是10年前跟现在啊 我的经历状况可能不太一样 我记得我刚回台湾是09年的时候 我有时候买一款台币四五百块钱的便利金刚 我都要考虑一下啊 当时几乎是经历状况没有很好 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那现在可能手头鱼鱼比较多啊 或者是说呢 我比较敢买便利金刚啊 所以有时候呢 我的评论的话呢 有时候逐渐的啊 我也有时候会担心 是不是我跟大家的偏好会越差越远 这个偏好差的远是因为我对于买到不怎么样的玩具 我的承受力度比较强 所以呢 也不是说我对玩具有多仁慈的 而是我觉得说可能 呃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一样花个五百块钱台币啊 买了一个玩具 可能有些人来讲五百块钱 对来讲负担很大 那可能对我来说可能还行吧啊 所以我就不是那么样的看重啊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在做 我们这是 我们应该是我们在看别人的开箱影片的时候呢 大家也大概大概先 你要先衡量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啊 再去再去相对对比一下这个开箱的人 他的经济能力跟你有没有差很多 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给各位做一个 一个小小的提醒啊 因为我确实发现 嗯 可能随着我的经济状况的不太一样 我对玩具的评论会开始 我是很怕跟大家的喜好 会有一个慢慢越来越差越多 那其实这一集的话呢 啊 我也顺便聊一下这款玩具了 为什么 我挑了一个Megatron呢 这是电影第二集的时候呢 推出了一个啊 有声光效果的不可变形的Megatron 啊 这是我前几天呢 在网络上买到了一个 一个全新品啊 盒子的话呢 我我另外放起来了啊 那不能变形 它主打就是一个声光而已 然后它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低零额的玩具了啊 但是它的 因为为什么我要挑第二集的Megatron 因为我是第二集落坑的 那么这个这个Megatron 第二集的Megatron 对我来说 呃真的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啊 它如果是简单示范一下 它的效果就两个了 一个是按胸口啊 We will crush the Autobot 我们要把这个博派给摧毁掉啊 就大家很熟悉的变形的音乐了啊 There is no command but mine 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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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 不是我啊 不是啊 然后这个炮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个 啊这个就不用我说明了啊 它的可动的话呢 手部 哎呦好响亮啊 这个半夜还不能偷偷玩 对不对 好了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背后就这样 没有偷照啊 就非常扎实的一个玩具 就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神像吧 啊 我这样这样也有声音的 应该是我手按到了啊 哈哈 好了那这个就是那暂时今天让他陪我跟大家聊聊天啊 那前一阵子的话呢不好意思 因为我正常来讲我应该2月11号就更新啊这个节目的啊 啊对了这个是刚刚这个玩具的一个说明书 啊为什么我把这个说明书放旁边了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龄啊 他这里呢居然有一个迷走迷宫的游戏啊 请帮助大黄蜂找到阿特莫斯prime 他这个这个有没有很多童年回忆的感觉啊 好OK 那本来的话呢 这一集应该是2月11号就要跟大家聊了 但是我 就2月 呃10号前后呢 因为工作比较多 那具体忙什么工作呢 就是我 呃现在还有在帮一些coser开那个收费的团牌 就是说 啊就是我可能找一个场地啊什么 然后找coser来 反正就是一种一种就是帮帮coser赚钱 当然也是我自己一个收入的来源了啊 啊毕竟 说到底吧 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的啊 如果没有这么稳定的经济来源的话呢 我也没办法给大家 一直做这些玩具开箱的一个分享啊 这什么什么都是要钱的了啊 那我自己觉得吧 我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一个艺人团队 10年10多年来我一直是艺人团队 那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那时间精力来讲都是有限的 然后我去年一整年的话呢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四月份的时候呢 离从前公司离职了 这个可能也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我就再提一次 那当时离职的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全职的影像创作者 那当时的一个就是合作的伙伴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有个有个有个对象吧就是 但是他当时就是大家闹得很不愉快就分了 那等于是说我在工作跟感情方面的话 我同时都出了一点问题 那有一段时间比较低落 那低落的那段时间的话呢 感谢一些朋友跟我聊了很多慢慢走出来 那去年一整年下来吧 我觉得我自己改变了很多 以往可能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已经很稳定了 但其实真正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还是我还是有走不出来的时候啊 那无论如何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难受 一定要找人讲话啊 相信我 可能会有很多的网络上一些影片呢 会教你说 人生啊什么事情都只有自己能度过 确实是啊 最终是你自己才能够走出来 天助自助者 你自己要想要拯救自己 你才能够走出来 那我当时找别人聊天是我自救的一种手段啊 就是我自己想要走出来 所以我找人聊天 我找人倾诉啊 那有人可以 如果你运气好 遇到一个真的可以去支援你的朋友的话呢 或几个可以支援你的朋友 那是人生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那我很幸运 我去年陪我走过来这几个人 都是因为我做病金刚开箱之后我们认识的 所以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曾经想过说去年 我又一次的被病金刚给拯救了啊 就各方面意义来说 那也不再赘述了啊 那曾经呢 有一些人生都有一些大事情或怎么样 但最终不过就是生死而已嘛 那我也曾经很很骄傲的跟自己说啊 今天是我的13周年节目嘛 我可以很骄傲的说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我不在了 但是我还有几千集的影片留在网路上 各位如果你思念我的话 你想念我的话呢 啊你只要点开网路你就能够看到我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啊 就像电影第四集的OP说 如果你有一天你你想我的时候 你就仰望星空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其中一颗星星可能就是我这个样子 那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韩国的奇幻小说 叫做龙族啊 里头就有讲到星星月亮太阳对不对 那么太阳呢光芒万丈 但是让人不能直视嘛 那月光的话呢 要是温柔的拥抱所有的一切生物 唯独星星呢 你仰望它的时候呢 它才会回馈你光芒 那我也自认为我只是繁星中的一颗 如果你愿意欣赏我 你愿意看我 我就回馈你我的光芒 那星星给予仰望者光芒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做不了太阳 也成不了月亮 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的 当一颗星星一样 闪摇在夜空当中 如果有人仰望你 他就能够跟你有这个光芒 视线上的交汇啊 那很感谢各位十三年来的各种支持 前几天虾米大魔王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他每年都会制作过年的一个 就是一些交圈 就是玩具圈的童话的开的一个 一个一个春晚的 类似春晚的节目 那我很荣幸 这连续应该是第四年了吧 应该第四年 那我真的是很感谢他 每次都把我放在非常前面的位置 有时候放在第一个位置 那今年是放在第二个位置 那我就觉得说 嗯 真的人家是对我们 是真的是非常的客气 对我们真的很尊敬啊 那我也见证到了 见证到了虾米的一个成长 那一个开箱节目 能够做到这么样的成功啊 能够有自己的 呃 人是自己形象的手办什么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我觉得 任何一件事情 你专心自制去做的话 专心自制去做的话 其他就要给老天安排了 我我 我不能跟你说 努力一定会有回馈 但是你不努力 你很难有回馈啊 呃 随时做好一个冲刺的准备啊 你你才能够在风起的时候呢 就要伤那个风头了 那我自己也很庆幸 我是运气好 我可能做开箱节目的时间 做的比较早 你说我现在这种 你说我现在这种节目的水准 你要如果我不是老字号 这三个字的话呢 现在谁还看我的东西 对不对 那就是 这就是我的我的实 我的实力的一部分 是我的运气嘛 对不对 我应该说我的运气 是我实力的一部分啊 我在讲什么东西啊 那那就是说 就是你什么时候先出发 你可能就占到一个优势啊 就是行动 行动啊 永远比思考来的重要啊 那甚至说 嗯 行动啊 失败了你 记起来的教训 可能比你想半天 得到的经验值 可能会再更多一些 那我去年也改变了 自己很多的想法了啊 有些我也不知道 要不要跟各位讲 因为 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年轻 有时候 我们讲的话呢 有时候是一种感觉而已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东西就很怕 我们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呢 透过嘴巴讲出来 可能只剩下个六七成 那可能听的人又只能 再理解个六七成 可能跟我们原本的意思就是不太一样啊 那我只能说 追根究底啊 就两件事吧 第一个 人一定要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心思都尽量放在自己的身上 你要把你自己过好 把自己过好了 你才能够去照顾别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先把我们自己照顾好 就如我说的 看我的节目是你的人生当中最不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已经把你的紧要的事情都已经先做完了 或者是说做到一个段落了 或者是说你现在真的是已经闲到没有事情做了 你就是你现在在你现在在等等交通工具 你就是没有没有事情做 你再点一下看我的节目 这样就可以啊 就是重要的时间啊 重要的精神精力都要先用在自己的身上 好 那第二件事就是你要相信就是命运这个事情了 就是你努力了 如果你成功不了 那只是你没有那个命 不代表说你真的比别人糟糕 好 进人事 第二个要听天命 就是我今年47岁 今年即将满有47岁啊 李武师已经很接近了 然后给大家做了这么样一个分享 然后 然后 就是很感谢大家 这十几年以来 还是有些人愿意 就是听我这样子唠唠叨叨什么的啊 那我很高兴 我选到了便宜金刚这个IP呢 来做我的开箱节目 每个每个月都有新的产品 我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个 一个一个媒介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我很幸运 非常的幸运 但是我也很珍惜 因为我很珍惜 所以我很幸运 或者我很幸运 所以我很珍惜 不管怎么样 两者是并存的 那就 祝福各位吧 就是新年愉快 那么 今天 这是我的 2024年的 二月份的 周年的 谈话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